智利每到这个时节都会发生森林大火 但经历异常干旱和炎热的夏天后 今年的灾情尤其严重 灵火星期一开始肆虐西部名城瓦尔帕莱索 大片干旱农地起火燃烧 步步逼近山边的民宅 政府寻着方向预测灵火路径 陆续撤离居民后 星期五发出红色警报 再把几百人搬迁到救灾中心 瓦尔帕莱索两年前曾经发生 夺走15人性命的森林大火 不幸中的大幸事 这次的火灾暂时没有人员伤亡 但已经有相等于550个足球场的 种植地和树木着火 火势之大 让消防员难以应对 智利紧急救援机构指出 截至目前全国共有17宗森林大火 而当局已经调派将近600名消防员 14架直升机和57辆消防车控制火势